字幕君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 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Ton 又回到珠海湖心路這一邊 其實這個盤大概兩個星期前左右才出過影片 為什麼這麼快又要出片呢 因為這個盤有便宜價貨 是昨天剛剛收到的通知 我們的人員已經馬上去樓盤的現場去看一看 現時的特價貨又要吸引 我們所知道 這一批單位說是120多萬就已經買到 而且是說三房間的間隔 可以說是整個護心路這些新盤裡面最便宜的三房 而本身這一個項目也有華發參與 是由招商和華發兩個非常知名的發展商一起興建 所以對於建築的信心 將來保證交流的質素等等 大部分的準買家們或觀眾們都會相當認同 而這個項目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它在整個護心路裡面 是算有開到比較細積的單位 雖然開出是細積 但是它的護形也是相當漂亮的 可以說是整個護心路裡面 開積上比較少有 即使它免職不大 但是裡面的間隔和省位等等的優勢 都完全體現出來 但是如果要說它的不足之處 當然就是這個項目是位處於護心路中族的西面位置 整個區域就偏離了護心路 如果要回到最旺最核心的中族位 都要一些時間 不過在這個區內 未來也會有兩大雙場 之前我都提過了 包括伏地興建的珠海御苑 以及金茂瑜那邊也有一個大型的雙圈 靠著這兩個雙圈 基本上在這個社區裡面其他的屋苑等等 都能夠享受到購物消費上的便利 而另一個我個人覺得比較弱的地方 就是現時這個項目的員工進度 真的相當之低 在整個區內全部的盤計 它的員工度是接近最低 只有兩座樓 剛剛起了大概十層不夠的高度 如果同期其他的一些屋苑去看 譬如說是華德同如薄月花園 那樣計算 人家已經全部的動數起好之餘 拆了牌 整個外觀都已經能夠看到了 起得不夠快 或者員工度不夠高的時候 肯定給人的感覺會差一點點 而且我們經常播放這一帶的一些航拍畫面 都有觀眾留言 就是說這個這麼多地的一個板塊 起碼發展十幾年以上 那我個人覺得就不用十幾年的 在這裡我重新一次我的看法 因為在附近近著胡心路那邊的盤 都是在講幾年貨仔 就已經去到目前這個狀態 所以我相信大概三四年後 在這個胡心明匯附近 全部的樓宇大部分都會起出來的 所以在員工的情況 或者未來的成熟度方面 我覺得是不需要十年八年那麼久的 那到底這個項目 最小的胡形七十五方這樣計算 還有另外一款相對比較受歡迎的 八十七方左右的一個胡形 裡面的間隔是否吸引呢 又或者這麼說 看完之後至少能否吸引到你呢 我們現在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就跟我們主持Jerry進去 了解一下這個項目現時的最新情況 在這裡也要說一聲 推出了這些特價貨之後 我們的人員過到現場 明顯地整個銷售中心是黃了的 另外也即場是見到有人成交單位 各位觀眾朋友今天都是我Jerry 今次再次回訪招商華法的胡心明媒 其實按照整個胡心路片區 所以乃至於胡心新城這一帶來說 如果是容易比較上車的項目 其實可以說是非焦商胡心明媒莫屬 因為其實在三房單位來說 這裡是一個神職回形 75平方做三房兩廳一個衛生間 其實可以滿足到大部分當地 是剛需的客人為主 都是一個比較上車好的項目 好了 今次又推出了20套特價精算單位 其實說真的 它的價錢方面的話 就大概是75平方的 我們來說 在流程最便宜的一套 127萬起 就可以有一個 胡心新城三房上車的 一個交易路易車 帶人精工裝修 好了 我們進去裡面 看一次今次推出的20套精算單位 大概是怎樣的情況 好 再回訪這個沙本木園這邊 胡心明媒這邊 今次推出了一部分 20套的精算單位 這個單位是要有一個 比平時的房員 有一個更加多一點點的優惠力度 而滿足消費條件 就是28號之前 要滿足到它一個付款的要求 我們主要看看這一批房員的情況 這次主要集中是在四棟這一邊 看看四棟的情況 總共就是每一層有六火的設計 而總層高的話是18層高的 我們看看四棟的一個03回形 看看03回形這邊 03回形是一個87方的樹廳 主要看小區的來源景觀 它的參考層數是 2345樓 然後高雪市去到十樓 十七樓 如果比較漂亮的樓層 其實建議可以十七樓鳳王樓層 以及十樓的中高樓層 當然如果喜歡低樓層的朋友 選擇性都可以比較多一點點 OK 我們這裡是03的 再看看04的弧形 04的弧形也是一個87平方 86.87平方左右 一個樹廳式的設計 弧形選擇方面 其實主要集中在低樓層和高樓層為主 但是推出出來的清算房源 就不算太多 大概有四套左右 看看05的弧形 05的弧形就是一個75方的三房兩卿一位 也和04弧形 看來源景觀是一樣 主要樓層 集中在低樓層和中樓層左右 可以參加 其實類似於我們05單位 二樓這一邊 其實是127萬多 這幾道已經都可以有一個 湖深深城三房的一個交易 當然高樓層少少就會貴多一點點 待會我們都拿回每一個房源 每一個弧形 拿回幾套單位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再看回一個 另陸弧形的是87平方的橫廳 沒錯 就是邊角位 這個選擇性都會比較多些 集中在矮樓層 7樓大廈 還有中樓層有10樓左右 這個弧形其實相對來說都會比較漂亮 它是三面彩剛的 可以見到 也都是看回小區的來源景觀 都相當之不錯 這個就是大致上20套 集中在03、04、05和06的弧形 我們先來回顧一個75平方三房二廳一位的示範單位 究竟是怎樣 接著我們就邀請林小姐一起上去看一次 好 再次來到75平方這個示範單位 是三房二廳一位的 是 再次回到來參觀一下 好 先 因為我們後面是精裝交流 其實進入門後 這裡有一個戰能門鎖 左邊這邊是一個廚房位 現在看到的廚房三件套 包括它的操作檯面板 是採用石英石的 這邊還有預留的窗 一個名廚設計 通風採光都會比較好 有幾點我想請教一下 是 等牌是訂了嗎 沒有 但是我們是明年十月份交流 到時會用一些同等級別的一個品牌 這個也是磨砂玻璃 是 這邊還有預留一個冰箱位 OK 這個有一個奇怪的 熱水爐 將來會不會都會這樣做給我們 會 都會有 廚櫃就會這樣做 下面就是它空了 我們看到這個樓空了 可以給熱水爐 這樣剩下的水爐 因為現在看到很多廚房 它是 就有一個擺熱水爐的位置 但不會做到這個吊櫃 即是封起來的熱水爐 給我們看 其實家樓標準的話 廚房還有一個推拉門 OK 我們再參觀一下 我們這間就是餐廳 餐廳和客廳一體的 客廳開間是3米3 其實都是滿足度 我們一常的活動範圍 OK 我們出去看看 這個陽台開間是1米半的 而且這個護形的朝向是東南向 今天天氣也比較好 其實它的採光和風風方面 都會比較優質 OK 好 好 我們再去房間 看樓先 看這邊 看這邊先 因為這個護形 面積不太大 75平方 但它可以做到有3個房間 一個衛生間 衛生間的話 它是做到乾濕分離的 其實你多個人去同時使用 都不會很麻煩 有沒有哪間房間是陽台 就是這間房間 現在看的這間房間是陽台改造的 所以它是有一半的面積增送的 OK 再來這間 其實這間書房 它都有七八個房間 連同飄窗位 你將來可以訂造一些 榻榻米 有些收納櫃 之類的 盡量利用空間 便比較合用 現在天氣剛剛轉回 都不算轉暖 早幾天都下雨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天放晴 有太陽光 現在感覺到外面還比較冷 有些暖氣都很舒服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將來買了房間 無論在大灣區 或是在香港、澳門 各個地方都好 買冷氣 一定要買冷暖 千萬不要買大冷氣 如果不像這樣的天氣的話 就真是 提外話 講回這個主人房 其實我想問 因為我看到衣櫃位是這裡 是的 到時加拿標準的話 是沒有這個衣櫃的 牆是到後面那塊 是 但這裡是牆體 好 那就放一張雙人床 兩個床就很貴 75這一個的話 在銅地區 整個湖心親城 包括湖心爐 但其實75做三房 都基本上 找不到類似的 同等的面積 其他項目都會有 但你說好像我們這邊 實用得那麼高的話 可能就是登我們項目 OK 好 那75就先看到這裡 好 算了三套 一口價的單位 分別是每個戶型都選了 我們就有 先說多說 我們有一個 是剛才75方的三行兩廳 一位樹廳 86方的三行兩廳 兩位的樹廳 以及一個87方的橫廳 主要是這三個尺寸 這三個尺寸 我們先來看第一套 其實這三個單位 主要都集中在四座這一邊 四座的話 就拿一個75的三行兩廳 一位的體體先 三行兩廳一位的體體先 一會兒我們再上一上貼圖 在螢幕上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價錢的話就是 說到所有活動優惠到2月28日 是 換得到 它要完成簽約的條件 即是你要給三成的首期 如果我是全款的 全款是怎樣 全款是要全款給 還是給三成才可以 一次性的話 至少都要給三成 至少都要給三成 譬如我這個樓價 剛才計算的 是136萬9千多 如果給了三成的話 即是40萬出頭 多一點 40萬出頭 就可以去享受 這個一位 即是以一個三成 作為一個基準條件 當然 我們剛才說到一次性的條件 如果是選擇銀行按揭的部分 因為它這裡 是有港澳那邊的銀行按揭 銀行按揭的話 是要給四成的首期 因為我們合作的澳門發展銀行 它最高是太六成 最高太六成 所以就是要看合目的條件 去決定 我們正常是按照最高可以太六成 就給四成首期 即是給到28日之前 給足四成首期 可以享受現在 市面上這個價錢 我們說回到 如果是四成首期的話 這個總房款是去到 133和9400 而我們的四成首期 是549,400 如果是供了30年的話 按照澳門香港貸款的一個直泰銀行利率 每個月供是3500元 即是3500元 這個就是75方的一個價錢 我們再看的是一個86的一個樹廳 86樹廳的話 我們再看一看 我們再看一看 等一下可以再嘗一嘗 螢幕的貼圖 這個是總價是146萬多 四成首期是59萬多 公30年的話 3700多 最後還有一個1006 即是一個樹廳 我們也可以再看一看 是的 就四成首期是63萬多 公30年就4000多 4000元左右 這個就是門前的一個 一口價單位 是截止到2月28日 是的 截止到公的月底 是的 其實我林小姐想請教一下 就好像 因為這現時的一個情況 主要是針對4座 即是這部份單位 其實在其他座數 未來會不會有機會 你同樣類似的事情 根據現在開發商的銷售政策 你離開的話 只會越買越貴 是的 現在是這個 因為近段時間收到的最新消息 是內地利率開始降低 嗯 而且有部份城市就好像佛山 佛山的不限購的地方 是開始可以做兩成首期 哦 是 都有看到過類似的發布的新聞 對 其實現在內地銀行的一個政策 就是利率降低了 然後首期降低了 就是逐步逐步地開始做一個聯合的小陽春 就好像佛山不限購的地方 例如說 三水 高明 淪交 還有順德柳部分地區 這些就開始已經是 首度房置業出現了兩成首期 而會而言之 就會上車路更加容易 就是在這樣的內地的情況下 就是 可能將來一段時間 發警商未必會再有這樣的減價 或者優惠大家的一個活動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那 今次就 對 算到這裡先 好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 來到最後也都給大家看看 他這個B區三棟目前最新的少洪情況 而剛才提過 我們去現場拍攝的時候 見到 來訪的人是比錢多了 另外 即場也都有見到成交 和惡金蛋等等的儀式 當然 你看到這樣的場面 算不算迫爆 算不算真的很旺呢 坦白說 就不算 不過我們也是把拍到的實況 告訴你們 如果我們拍到的 全部都是人頭 排隊長貨 我相信也都有一些觀眾 會留言 就說這些全部都是扭托房堂 也都不算 反正 現時這個盤真的有減價 如果你想買一些相對便宜的單位 一百二十幾萬 也都歡迎向我們查詢一下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 事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 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也都會為你分析 各個戶型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 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樓 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我們為大家介紹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E1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走到大路之後 向左手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 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給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的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